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谢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阅读在真言第四章23节 你们保守你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 好 我们就提头祷告 祝阿拉伯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命 把我们一生都要脱在你手里 哈利路亚 阿们 这个经节是非常严重的警告 若没有好好地保守你内心 无论再怎么努力 一生的果效还是会被抽屉 白白地夺气 真言18章21节 生死在石头的前下 喜爱他的 必赐他所结的果子 我们就不专心依靠神 反而尝说出不安 恐惧 绝望和挫折的话呢 这些话迟早会把我们带到死亡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而且十岁八所讲的每一句话呢 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每天说遭殃 每天说倒霉 这些事情会发生 你应该说 正面的话不要负面 人的言语带有极大的力量 千万不可侵吐 真言第六章第二节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着 被嘴里的言语抓住 马太福音18章18节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受释放 所以诸多大事都是靠着 言语组成的 耶稣有用言语来施罪 一并用五饼两仪 喂饱五千人 还有圣语等 耶稣用言语行各种神迹 歧视 先告真是 妙用无穷 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先告 嘴巴要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用什么 不必在意别人 有没有祝福我们 最好的就是 自己要先祝福自己 不要咒诅 你要说我的身体健康 我的工作会顺利 我所做的事情要蒙福 我要得胜 因为耶稣与我同在 主耶稣保佑我 所以先告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先告信心 这先告会在现实中动工 要记住 我们的眼里好坏都会抓住我们 即可带来祝福 即可招来灾难 伊赛亚书第十四一章 第十一章第十节 他说什么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 你看 这是神的话语 不是我们的话语 如果我们愿意全然接受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 极大的力量 当我们遭受困难的时候 可以对自己先告 你不要害怕 因为神与你同在 因为帮助我的是神 不要惊慌 因为祂 祂是你的神 神必兼顾你的 你不要害怕 所以 我想告诉你 我这是神 圣以黄金的宝贵允许 我们要刚强赚胆的先告 所以 神与我们同在 我不怕 但我们读了神的允许 坚定相信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允许 而先告时 神的道就会活生生的 立在我们的身上 动功 接着 再祷告赞美神 这种祷告和赞美 必有大有能力 当我们克服恐极 依靠神的话语 而做出信心的宣告 并祷告赞美神 神一定会动功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祂会丢弃我们 祂的爱 永远地与我们同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今天无论碰见了 什么的难题 不要害怕 先告神的话语 告诉你自己 不要害怕 神会保佑你 但是你要努力地去做 不要祷告了 什么都不做 懒惰 那也不行 所以神呢 要我们学习 怎么样去仰望祂 依靠祂 但是我们也要努力 去奋斗 去勤劳 勤劳地去干活 那我们就看到 神的祝福 跟随着我们 好 我们一起提高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告诉了我们 主啊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主啊 我们也要 先告你的话语 你的祝福 我们封耶稣地平把我们一生 都仰望 都交托在你手里 我们爱你 我们不能够活着没有你 我封耶稣地平祷告 我要尝试赞美你 我要尽心尽力来 敬拜你 主 我要终于赞美你 我封耶稣地平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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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你